我們是中立人 我們的立場是很中立的 因為我們是中立人 不太好 為什麼愛說謊 剛開始是好的 然後從後面開始發大財之後就不好了 我感覺有一種情況就是 每一個人都感覺自己就是韓國瑜 好像我我好像就是他 會有這種感覺 如果在數學上叫做Mail 一種映射的關係 因為我以前也不會參加這種活動 我現在看到這些觀眾 我好像感覺到 他就是一種映射的觀念 就是我好像就是他 你知道這個觀念嗎 他人家一個形象 然後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 他在那邊選 我好像就是我就是他 他映射到我身上來了 英文叫MAPPING 中文翻譯叫映射 我把我兄弟講 影像的影 影像射過來 對 他好像 我好像就是他 所以說他的活動 沒有人會去享用說 去想什麼他會發便當 發錢 不會 人家自己掏錢 因為我就是他 因為我就是他 這個觀念 我以前沒有看過小丑 想要看一下小丑長什麼樣子 我想看一下桃園人民的自殺 主要就是 想吃東西啊 只是來吃東西而已 我城市只是來打球啊 我沒有在care韓國瑜 基隆 基隆 所以你從基隆特別來就會來 我 我 我早上八點半就來了 我跟著韓總去拜廟 拜廟 拜廟 呃 拜掉下午 五點吧 我從桃園那邊 趕 做那個 要想做那個區間車 結果去 停車 停車 沒有辦法 結果在火車夜台 剛好遇到 他穿這個的 他叫我 欸 他說來不及了 結果剛好湊五個人 我們坐計程車過來 我們不是支持他 我看到了很多 因為我們今天要在附近辦活動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我們台灣人 就是 這個意識形態到底是如何產生的 為什麼大家支持他 然後我們剛剛也其實有做訪問 然後有一個人說 他這邊有一個slogan 他的slogan是說 投了韓國瑜 就是給我們年輕人希望 然後我就問他說 是哪個具體的原因 讓我們有具體的 就是讓我們年輕人有希望 他回答不出來 然後就讓我頓時覺得 這個只是一個意識形態 好無政策 好無具體的東西 讓我們 讓我們子孫 問號 對 我是 我不知道耶 我媽媽叫我來支持他了 我爸爸叫我來支持他了 庶民總統是一個代名詞 並不是說他一毛錢都沒有 庶民總統 庶民總統不是由他開始叫出來的 你們可以發現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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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邊叫出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總統 因為他覺得 韓國瑜跟他們很接近 沒有韓國瑜 他的代名詞 就是我們認同的代名詞 就是我們認同的代名詞 他會去吃庶民的美食 賣菜吧 然後會 就是會走上街頭去找 去問人民事情 他會爬樹還有作息 爬樹 爬樹 不是庶民首頭的代表 但是 只有他在爬樹 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他好像有 接近地面比較多 不是站在辦公室 對 接近大自然 沒有只有坐在辦公室 對 我今年71歲 我看過很多的選舉 很多的政治人物 我接觸到 每一個政治人物 當他當選以後 能夠實現政見的 擔心未來 可以說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政見是一個理想 他也許在 他有這個願望 有這個理想 希望達成 可是 當正是 我自己的孩子 年輕的未來 當選了以後 也許有某種的困難 可是 在我去看來 韓總他已經 就是韓市長 他已經用盡了他心裡 他已經很努力的去做了 這個是事實 所以 最小叫土地公益 非常 能夠感應他 這樣為了人民 為了國家 想做一些事情 不像其他的候選人 他只是想選上總統 選上 有了權利 有了利益 也許他也想做一些事 可是沒有像 沒有像韓國瑜這樣子 一心一意 為了國家 為了人民 民進黨的執政 他是算 比較了解我們百姓這一塊 因為現在的政治人 都不知道現在百姓的辛苦 對 他的政見 打看看我們的心裡了 你有 可以具體說一下哪個政見那些嗎 具體真正這些 其實講拜登 他們大家都不可以 不可以完結 完結沒有效 你們這些年輕人 不知道 現實的問題 這樣嗎 有 很現實 很現實 沒辦法 你找不到你是中國人 我認同 我是 我是 兩天起來的小孩 謝謝 謝謝 謝謝